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经济学商 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么这个学期的经济学的课 那么由我来跟各位主讲 那么在上课 各位收视电视的之前 那么首先有三件事情 那么来跟各位同学来提醒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在收视电视之前 如果各位能够先议习一下 能够把重点 以及比较不清楚的地方 做个记号 那么这样子再来收视的话 那么可能对你的帮助会比较大 因为你可以比较专注于 在你不懂的地方 那第二点就是说 任何在电视上所出现的图表 以及文字 那么我们会重复的 在各位的三桌刊里头 或甚至于在教材里头 也都会有重复的出现 也都会有重复的出现 所以你不需要去记 就是拿笔去记 那么你只要看就好了 那么所有的图表都会再重复出现 那第三点就是说 每周看完一集以后 大家能够把重点整理一下 我想大家都很忙 因为上空中进修学校的同学 都大部分有工作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重点整理出来 那么到当你复习的时候 那么对你将有很大的帮助 也就是能够把重点跟教材 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 我们说可以事半而功倍 所以我想在上课之前 那么来做这三点的提醒 好 那么我想经济学 是我们商业专科 或者技术学院 甚至大学 那么最基本的一个科目 那么在经济学之上面 当然我们就有发展的 所谓商业群的各种课程 譬如说包括货币银行 包括国际汇队 国际经济 以及我们相关的商业的课程 那么都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上 因此各位如果能够把经济学 稍微下一点功夫 那么将来对商业的其他的课程 那么必然就轻松而简单 所以经济学是一个基本的课程 但其实我们就其他的理学院 工学院现在慢慢把经济学 也当作一种所谓的通识的课程 因为经济学现在的应用 会越来越广 因为其实经济学主要 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经济问题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探讨 所以你每天在报章杂志上面 或者是在每一天所听到的广播电视 几乎都跟经济学有关 比如说我们讲说最近香蕉价格很便宜 那么你就会想到说 为什么香蕉价格会便宜 为什么最近物价会涨 比如说中国共产党 最近说业物价的上涨率大概6% 那就是相当高了 所以经济学跟我们日常生活 其实是息息相关 所以现在很多的其他的学院 也慢慢地把它列作一个选修的课程 换句话说慢慢地 经济学变成是一个通识的课程 所以务必请各位同学 能够在经济学上多下一点功夫 那么我想对各位的商业的课程 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好 那我想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这一讲次 那么最主要的重点 就是要来谈经济的问题与经济学 那么我刚才讲过了说 我们几乎每一天在报章杂志上面 所看到的 或者是电视广播所听到的 事实上跟我们的经济问题 可以说是息息的相关 所以我们平常 如果能够多注意这些问题 那么对你学跟用 那么就会有帮助 比如说你想刚才我想到说 这个香蕉的价格 为什么最近这么低 那你就会想到 原来现在已经进入7月了 那夏天通常 这个作物生长得比较快 那同时香蕉的需求 在夏天大家也觉得 要吃冰凉的东西 所以说这个香蕉的需求 当然就会减少 供给增加 因为所成的很快 供给增加 而需求减少 当然我们以后会跟各位 来详细的谈 供需的问题 实际上我们这个邪企 大概是这样 都是在供需 这样一个问题上面 那么来绕所谓的市场经济 所以你就会想到说 如果供给增加 那需求减少 那当然这个价格 一定是会下跌 所以现在香蕉 大家说在产地 已经跌到三四块钱 我们这个消费地 也不过是十五块钱左右 所以供需 那么实际上 是我们这个写取里头 那么最主要的一个议题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这个讲次 主要的重点 包括哪一些 那么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先谈 经济问题的发生 其次是要谈到 经济学的定义 以及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 同时我们也要谈谈 基本的经济的问题 以及我们解决经济问题 我们所秉持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经济学 到底谈了哪一些的内容 这是第六项 那么第七个重点 就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 目的 以及我们研究经济学 也经常有理论跟现实的问题 那么经常讲说 理论跟现实 有一点头截 大家好像就觉得 经济学是不是都谈了理论 那么理论是一回事 到了现实 是不是又差距很大 的确经济学 跟其他的社会科学一样 或者是跟自然科学 也有一点类似 我们的现实 那么混合在一起 好像一直以前都讲说 10个经济学者有11个意见 没有错 因为可能有一个人 他的前提假设就有两个 不同的前提当然就会导致有不同的结论 所以前提跟假设 那么我们必须要把它弄清楚 那这样的理论跟现实就可以能够比较能够区分出来 好 那么首先我们就谈到经济问题的发生 那么第一点就是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那么同时需求也经常一个接着一个而来 所以人为了生活首先我们说欲望是无穷 那第二个就是说满足人类欲望的这些资源是有限的 那么有限的资源怎么样去满足无限的欲望 当然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第三个就是说在这有限的资源 有各种的使用途径当中怎么样来加以选择 来使得人能够得到最大的一个满足 所以我们说经济学是以一个研究如何做一个选择的社会科学 也就是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 它有各种的使用的途径 那么你怎么样去选择在适当的一个途径上面 而使得资源得到最佳的利用 而得到最大的满足 那这是我们讲经济学 事实上发生的最基本的原因 根源于人类的欲望无穷 而资源有限 而且资源有许多的使用的途径 那么我们接着来谈经济学的定义 那么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 那么它研究的是一个现代的社会 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 在它不同的使用的途径里头 怎么样来加以调配生产 以满足人类现在以及未来 所消费的财货以及劳务 所以基本上我们说经济学 有几个要素 那么刚才的定义里头 那么来给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么首先就是说经济学 它是一个社会科学 那么社会科学是研究人 这是以人为主体的一个学科 与每一个有关的社会的现象 因此经济学研究的资源的投入 还有财货的生产 以及分配工作或者是休闲的选择 甚至于政府的财经的劫策等等 这些的经济行为都与我们人有关的 所以社会科学的本身 就是研究人的行为 那么第二点就是研究的 对象是一个现代的社会 那么我想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共产党他们也讲究经济学 不过他们讲的经济学 当然是马克思的所谓的计划经济学 那么甚至于你说 鲁宾生漂流记里头 鲁宾生只有一个人 那么这样一个孤独的社会 当然也不是我们现代的社会 那么所要研究的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说第二点 它是一个研究现代社会的一个社会科学 那现代社会到底有哪一些的特征 那么我们说大概底下 第一个就是说它是承认私有的财产制度 那第二个它就是尊重就业的自由 第三个是重视分工与交换 第四个就是大量的使用资本 以及技术不断的进步 同时适当的政府的经济的职能与参与 所以从这个四个要素里头 你可以发现说 我们所讲的现代的社会 其实跟早期的共产社会 甚至于连现在的 已经引进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共产社会 那么也有一点点的差距 那么所以现代社会是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的对象 也就是说我们现代经济学所讲的 还是谈的是适用于这样的一个对象 好 那么我们在我们现代的一个社会里头 到底有哪一些基本的经济问题呢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就是说 有价格跟价值的问题 因为我们说一个产品 到底要分配给谁 谁应该先获得分配 那又应该生产哪一些的产品 作为优先 因此我们首先就是利用价格跟价值来导引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脂炎调配的问题 怎么样能够让脂炎得到最适当的使用 而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用 既然我们社会资源是有限的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它发挥最大的一个功能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有关于资源调配的问题 第三呢 当然就是所谓的所得分配的问题 当然我们知道早期的资本主义的社会 被共产主义社会所批评的 或者是早期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所批评的 我们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造成的贫富悬殊 那当然我们希望是一个均富的一个社会 所以所得的分配问题是我们基本的问题 那么其次就是国民所得以经济的成长的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明天会比今天更好 所以我们基本的经济问题 不外就是包括这四个主要的一个项目 好 那么我想整个一个经济的一个社会环境 当然是一个非常的复杂 那么底下也许我们用一个所谓的经济循环的一个周流 很简化的一个图形 那么来给各位说明我们整个经济活动 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 那么我们经济活动只要三个要角 那当然第一个就是消费者 第二个就是生产者 第三个是生产因素的拥有者 比如说我是一个劳工 我是一个老师 那么是从事生产的人 因为在经济学里头所谓的生产 其实只要能够创造效用 都是叫做生产 所以我们经济社会里头主要的三个要角 刚才提到过的消费者 生产者 以及生产因素的拥有者 那么整个这三者之间 在整个社会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从下面一个图 简单的一个图 那么流程图来给各位做说明 第一个我们最左手边当然是一般的家庭 householder或者是消费者 在最右边就是生产者以及或者是厂商 那么这两者之间就透过了两个市场 一个是产品市场跟英式市场 因为如果是从食物上来看 从产品来看 它是缓时间的方向在流动 比如说厂商制造生产者的制造这个产品 来提供到产品市场上面 所以在产品的市场 那么厂商当然是供给者 而消费者或者家庭当然是需求者 所以产品就进入到家庭来消费 或者是消费者来消费 那消费者为了要能够买这个产品 当然它要提供生产因素 因此会透过英式市场 那么来提供这因素 譬如说我来提供教学的服务 或者是你是一个劳工 你要提供你的劳动服务 那么这是一个英式市场的提供者 那么厂商就变成英式市场的需求者 所以从产品 刚才讲说产品的流向的话 那么是一个正大的一个方向 就是缓时间的方向在流动 可是如果是从钱的立场来看的话 那么就是孽圈 我们大家看到 那么从厂商的立场来讲的话 那么它卖东西当然就有收益了 因为它把这个产品 从产品市场卖给消费者 所以它有收益 那么这个钱 它为了要能够生产财货 它必须要到英式市场去买东 买生产因素 比如雇用人工或买颜料 所以它要付出这个成本 好 那么这些钱就流向消费者或者是家庭 那么他们就会有所谓的收入 所以所得就是流进了这个家庭 那么这个家庭为了买产品 所以它必须要有支持 所以我们从钱的流向来看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顺时间的方向 所以从产品的立场是一个顺逆时间的方向 而从钱的立场是一个顺时间的方向 好 那么我们很简化地把这个生产者 消费者以及生产因素的拥有者 上面三者之间很简化地没有政府 也没有国际贸易的状态之下 那么很简化地来说明在产品市场 因素市场之间 生产者与消费者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好 那么为了解决我们基本的经济的问题 那大体上我们说从一个经济学者 大概秉着十个原则 那么这个原则我们大体上 包括下面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第一个就是说任何的决策的制定 也必定有利益的取舍 抵犯以及平衡 因为经济学者既然是教我们 怎么样做选择 要做选择呢 当然你选了A就不能够选择B 就同样的时间 譬如说我今天来这个上课 我就没有办法去加班 或者是我的钱买了苹果 就没有办法同样的钱去买西瓜 所以你要做一个选择 你到底要买苹果还是要买西瓜呢 你是要来上课还是要去加班呢 这是一个选择 所以任何的决策 就必须要有利益的取舍 那么你会去比较说 到底选择西瓜好还是苹果好 好 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有节者呢 必定会有所谓的机会成本 那么换句话说 你选择了苹果 你当然就牺牲了西瓜 你选择来上课 你就牺牲了这个加班 所以你做了任何一项的选择 必定有成本 那么这个成本呢 我们称它也叫做机会成本 第三个原则 就是说编辑性的思考呢 是一个理性选择的一个最佳的动态管理 因为我们经常听收音机的时候 会做微调 慢慢走调又调呢 能够调到最好的一个频率 听的声音最清楚 我们经济学呢 也经常做这样一个微调 就是说 我这个向右一点或者向左一点 是不是能够使得我获得的效用会更大 所以第三个原则是编辑性的思考 那第四个呢 人常受到各种诱因的影响而改变的决策 那么第五呢 我们通常讲贸易 可以增进国与国之间的福利 贸易呢 所谓的就是互通有无 也就是说互相的帮忙 所以国与国之间如果能够贸易的话呢 通常能够使两个国家都得到好处 第六呢 就是市场的机能呢 通常是一个解决经济问题最好的方法 那么最好呢 是市主义市场的利用市场呢 来解决我们经济问题是最好 我们经常讲说 经济问题应该归经济问题 政治问题归政治 所以呢 最好政府呢 不要去管经济上的问题 那第七呢 就是政府有时候呢 也需要扮演一定的功能 就是所谓经济政策 因为譬如说公共财 这个高速公路要花很多钱 或者高速公路呢 有时候到了红年过节会塞车 那么必须要政府拿出一些作为 也不是说政府呢 就是完全不管了 所以呢 依靠市场来解决的话 那高速公路如果是红年过节呢 必然很高的价格来 的过路费 因为市场机制嘛 要用的人都需求多而供给呢 只有这两条高速公路 当然自然就贵 所以政府必须要扮演适当的职能 那么再来呢 第八个呢 就是生产力呢 是决定一个国家 在那边生活水准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你相同的投入 而能生产更多的财货 你当然可以享受到的 这个生活水准 当然就会比较提高 那么其次的第九呢 就是物价膨胀的往往是 政府用太多的钞票的一个结果 任何东西呢 其实不只是钞票 多了都不值钱 比如说我们说面包 面包如果多了 当然就不值钱 美金多了 当然就更不值钱 所以任何东西呢 其实都一样 就是物价为什么会膨胀 物价其实就是产品的价值 的一种表现 那东西多了 就不值钱 爱情多了也不值钱 那么这是第九点 第十呢 就是短期之间 物价跟这个失业率之间 也会互相的折叠 比如说物价如果稍微涨 而其他都不涨的话呢 当然厂商的利润就会增加 厂商利润增加 它便宜增加生产 都雇用人来生产 所以失业率当然就会降低 所以短期之间 物价涨一点 失业率就会低一点 所以产期间的失业跟这个物价上涨率之间呢 是相反的一个关系 当然如果是长期的话呢 就不一定了 好 这是我们处理经济问题呢 大体上所秉持的四个一个原则 那我们经济学呢 大体上谈了哪一些的内容呢 那么我们说 如果依照研究的这个范围来分类的话呢 或者是研究的对象呢 大概会分类个体经济学跟总体经济学 那么所谓个体经济学呢 大体上呢 我们就是说是以这个价格为核心 所以研究呢 经济的个别的单位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是家庭呢 他怎么样之后调配他的所得 去购买各项的财货与劳务 能够使得符合呢 这是最大的满足 那么或者是一个厂商 他怎么样决定呢 生产 生产什么 能够获得最大的利润 那么这是我们从个体的经济学来讲呢 是以经济的个别个体 作为研究我们的对象 那么以价格作为核心 换句话说 各处处的都要谈 supplied demand 谈由供需所决定的价格 怎么样来消费以及生产 以及生产因素的永恶者 怎么样来提供生产因素 那么这是个体经济学 那至于总体呢 那么总体经济学呢 这是以所得作为核心 那以研究的对象呢 是整个国家 整个社会 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并且以所得为核心 那么研究呢 整个经济呢 有关的变数之间 它的关系 以及政府的政策 比如说国民所得 经济的成长 物价膨胀跟失业率的关系 货币或者是财政的政策 等等 这一些呢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 所常碰到的问题 比如说刚才讲到呢 这个物价的问题啦 或者失业率的问题啦 那么甚至于政府呢 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啦 那么这些呢 都是属于我们总体经济学 所要谈的一个范畴 好 那么总之呢 我们经济学谈的内容呢 大概不外总体跟个体 那么有研究的方法 跟研究的内容呢 那么我们大的经济学呢 可分为所谓实证的经济学 跟规范的经济学 所谓实证呢 当然就是以客观的态度 来研究经济的现象 就事实的现象呢 来加以表述 那么不做呢 是非好坏的判断 这个或者是价值的判断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又称它 就是为真的经济学 只要呢 就是说 就事实而来论述 比如说 这个需求大于供给 那当然价格就上升 如果是供给大于需求 那当然价格就会下跌 或者是东西涨价了 我就少买 好 我只是就这个事实 来加以陈述 而没有说 价格涨得到底好或不好 对谁有利还是不利 那么都没有谈 所以呢 对价值的判断呢 在我们的实证经济学里头呢 是实事求是 那么其实呢 就是讲到规范经济学呢 谈的是主观价值的判断 是以是非好坏的标准 来研究经济政策 经济问题的利弊得失 那么对经济的 这个政策的措施 应该与不应该 那么因此呢 我们有时候又称它叫做 违善经济学 所以呢 这个规范经济学呢 经常没有是非 因为呢 它谈的是价值的主观判断 那价值的主观判断呢 经常是你说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比如说以前我们经常讲说 在民国六十年代呢 我们到底经济发展 应该是采取所谓的高利率的政策 还是低利率的政策呢 那么我们说呢 有很大的一个争论 那有譬如说 股票如果飙涨呢 到底政府要不要介入 那这些呢 都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么总之呢 我们规范经济学呢 尤其到下策 总体经济学的部分呢 有很多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规范经济学 那到时候呢 只要呢 能够合乎经济学的原理 原则呢 那么我想 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那至于我想 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啦 方法 我想这个比较简单呢 大家呢 可以自己来参与 那么我们这个讲次呢 我想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下个讲次呢 再见